财团在炒地皮、官商勾结 炒的都是私人的土地 但是今天新北市政府跟官商勾结 炒作的是谁的土地大家知道吗 全部是公有土地 都是你我纳税前的土地 都是政府机关的土地 他做这个TOD的计划 目的只不过就是把原有的公有土地 全部以后都变私有地 变成财团私 以及私人建商所有 所以明目张胆的就是 以前还只是再怎么炒 也只是私人土地 今天竟然把公有土地拿来 全部要炒作给建商 炒作给私人 谢谢大家